威尔史密斯奥斯卡班奖里现场暴揍主持人 一巴掌直接扇来800万吃瓜群众 不是威尔史密斯气量太小 而是主持人调侃 他患有严重脱发症妻子 特别像魔鬼女大兵里的兔头女主 在场不少嘉宾被斗的小出生 唯有威尔史密斯夫妇脸色阴沉的可怕 下一秒 呼气心切的威尔史密斯顾不上班奖里是否是全球直播 当即冲上台狠狠善的主持人一巴掌 这起突发事件发生得太快 不仅嘉宾蒙了 主办方也蒙了 就连即将竞选最佳女主角的尼可奇德曼也吓坏了 观看人数 直接从早线的960万一路飙升到1740万 瞬间撑起奥斯卡收视率 尽管不少人认为 这是主办方事先设计好的戏码 可在当镜头对到威尔史密斯脸上 只见他满眼怒视对方 恶狠狠要求侮辱自己妻子的男人巴掌闭上 随后威尔史密斯评国王李查德问鼎最佳男主角成为影帝 在阐述获奖感言时 他解释自己刚才举动 是因为爱而失去理智 对奥斯卡特别抱歉 而他也凭一己之地 让所有人明白 玩笑必须要开在尊重的基础上